我是今集展翅清見超新星 我叫鍾浩然 每一集的展翅清見超新星都有一個特質 今集 今集是甚麼 堅持 喔 堅持 我第一次接觸展翅清見 在2016年的6月中至6月底的時間 其實一開始都對鐵路有少少興趣 就開始參加了這個計劃 我負責做的崗位是進行工程車和輔助機車的維修和保養 工程車一來到就要幫他做一個例行檢查和大檢 如果發現了工程車有損位就要立即跟換 最辛苦應該是量度車輪得數據的環節 本身對數學都不是有深厚的認識 自從開始度車輪之後慢慢開始學會數學 那段時間是最辛苦的 我覺得這裏師傅很好 有說有笑做事都挺開心的 最難忘的那一次做事應該是 八號風球的時候去外面維修一些車輪 還有做例行檢查 那時候環風環雨 那時候師傅都沒有退縮 那我做小的一定要隔眼上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定是堅持 如果沒有堅持都不會做到今時今日 你熱天又要出去檢查車 你下雨又要出去檢查車 如果沒有這份堅持 我想沒辦法走到這一步 未來就希望在這間公司 這個部門裏學到更多的東西 希望先升到這一套 港鐵是很樂意透過展翅清建計劃 來吸入一些有潛質 還有對鐵路工作有興趣的青年人 給他們一些培訓的機會 還有一些工作經驗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比較花費的 好像不太踏實 但是經過了一年大家相處 還有我們對他的培訓和給他一些經驗 我覺得他現在就好了很多 還有他有責任感 工作也很快 機械性的工作 他掌握得很快 現在差不多 我們每一個斷修 他都已經可以掌握得很好 浩然繼續努力 繼續堅持 不要放棄 不要退縮 將來都會有機會 成為我們一個很好的工程人員 看完今集展翅清建超新式 大概你都感受到他的堅持 至於其他超新式的故事是甚麼 請記得訂閱我的網址